如风说梦幻 八卦天天看 梦幻西游正能量 F哥为困难玩家捐款一万 阿金将资助玩家女儿初中三年的生活费 前天的直播当中 主播阿金连迈到了自己的一位粉丝 这名梦幻玩家因为爱人生病的缘故 花了大量的医疗费 如今的生活变得非常困难 紫禁城神豪F哥在刷到短视频切片 看到这名梦幻玩家的遭遇之后 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了阿金 希望给这名玩家提供帮助 最终在阿金的牵线之下 神豪F哥向这名梦幻玩家捐款了一万元 这名梦幻玩家的女儿今年九月份就要上初中了 阿金为了帮助这名粉丝 决定资助他女儿初中三年的生活费 未来读高中的话也可以继续帮忙 除了阿金和神豪F哥外 不少看了直播的玩家们 也通过刷礼物和转账的方式 向这名梦幻玩家捐款 表达了自己的爱情 梦幻细游是一款从2003年开始公测的游戏 是无数80后90后玩家的青春 这些年以来 梦幻玩家们也是经常献爱心 体现了自己的正能量 2008年 当时的德阳文庙服务器 在福战玩家源为家族的带动 组织下为汶川捐款 福战大佬奇云楼思书和珍宝格涛哥 在甘肃和武汉需要帮助的时候 也是第一时间就奉献了自己的爱心 2021年河南新乡发生洪水灾情的时候 便梁城和再续前缘的玩家们 同样是捐款捐物 第一时间组织车辆赶往灾区